一座智能大厦 遍布监控探头 需要刷卡才能进入 这样一个安全感十足的公寓 让住客们都非常安心 可谁知这天 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历史杀人案 凶手不仅洗劫了财物 更丧心病狂地将女主任杀死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巧妙躲过所有监控 又是如何掌握了死者全家的行踪呢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凶手竟然是一名救护员 他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起离奇曲折的案件 后来甚至成为警方用来训练学员的重要案例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 这件发生在香港的救护员密使杀人案 大家好 欢迎回到实习社 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9月30日 昨天上午9点39分 消防救助站接到一名男子的求助电话 在电话中他紧张地说道 我太太已经昏迷了 请你们快来 救护车很快抵达了事发地 一所位于西环的住宅楼 等救护员赶到19楼时 报案的男子已经打开门 站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看到救护员到来 便立刻将他们带到卧室 只见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女子躺在床上 脖子上有鱼痕 还挂着一条毛巾 上衣被拉到胸前 而短裤则被退到了膝盖的位置 露出内裤 救护员上前查看后 发现女子已经没有了脉搏 但身体还没有冰冷 于是立即将她送往 就近的玛丽医院进行抢救 在车上 救护员一直对她进行心肺复苏 遗憾的是 送往医院后 女子仍然没有被抢救回来 最终医生在上午10点08分 宣布其死亡 并将这个噩耗 告诉了等候在抢救室外 忧心重重的丈夫 在死者送往炼防后 住院警察对男子录取了口供 报案人名叫梁永成 死者是他妻子刘兆贤 十年43岁 两人已经结婚18年 育有两名子女 大女儿16岁 小儿子14岁 刘兆贤生前 在一家印刷公司任职文员 她不仅是名虔诚的佛教徒 还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每周都会回西环关龙楼娘家数次 带着丈夫子女 陪同父母吃晚饭 假日还要陪着二老 一起喝茶聊天 据铜炉城的邻居讲 这一家四口平时生活其乐融融 夫妻俩表现恩爱 子女非常听话也很有礼貌 刘兆贤平时打扮斯文 性格比较沉默 每天早上八点都会在门口上香 他们家中从来没有传出过争吵声 这样一个生活甜淡幸福的中年女子 怎么会被人盯上还下此狠手呢 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我们先来听听丈夫梁永诚是怎么说的 由于当月月中 他因为车祸受了轻伤 所以在家休病假 梁永诚平时如果不上班就有晨跑的习惯 当天早上六点左右 他起床为孩子们做好了早餐 让他们吃完好去上学 到了八点左右 他便外出到附近的公园晨跑 此时妻子还没有起床 他告诉对方会从外面带早餐回来 等他九点半左右到家 进入卧室准备换衣服时 才发现妻子躺在床上衣衫不枕 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于是他立即拨打了救护站电话 回过头来 他才发现家中的抽屉柜子 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经过点算 不见了六千元现金 一条金项链和一个金戒指 另外他还提到 妻子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出门上班时 会将家里的垃圾拿到后楼梯抛弃 而当天回家后 垃圾桶已经空了 所以他怀疑 劫匪是在太太扔垃圾时 将其挟持回家 阴间不随杀人盗窃 此案随后被转交给重案组 接受调查 死者的两名子女也证实 当天早上 他们六点半左右起床准备上学 小儿子还打开了父母的房门 见到他们当时 人在睡觉 并没有打扰 这样看来 刘兆贤的遇害时间 应该是在梁永诚外出后的八点到九点半之间 而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财 他应该非常了解这家人的作息时间 知道丈夫有晨跑的习惯 也知道两个子女出门上学的时间 但为了六千块 一条金链子和一个金戒指就夺人性命 显然风险太大 那么这会不会是障眼法 为了混乱警方的调查而故步已正 刘兆贤衣衫不整 究竟是凶手真的想要侵犯他 还是布局中的一环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翻看了大厦的监控视频 这处住宅是梁永诚二十多年前购买的自住房 虽然已经有了些年头 但安保一直不错 住客需要刷卡才能进入 大厦所有公共区域及楼梯都安装有监控视频 但警方并没有在监控中发现 八点到九点半之间有可疑人物出现 那么会不会是有人提前进入大厦 躲起来在刺激犯案呢 寻知这个思路 他们又往前查看了12个小时内的监控视频 但仍然一无所获 如此看来 难道凶手就是大厦内的住户吗 于是警方对这栋楼内的所有住户进行了排查 但最终他们也都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在监控排查中得不到更多线索 好在法医的尸检报告此时也出来了 经过仔细检验后发现 刘兆贤并没有遭到侵犯 他的脖子上有被毛巾一类的物品勒过的痕迹 而死因也正式被勒紧窒息而亡 案发当天下午3点左右 法医在检验时 尸体已经完全僵硬 直肠温度在30.5到31度之间 一般来说 人体在去世后2到3个小时开始变硬 9到12个小时完全僵硬 直肠温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下降 因此结合这两点 及现场温度等条件 可以推断他的死亡时间为凌晨1点到4点 但这个时间与梁永成及其子女口供从而推断的死亡时间出入很大 那么凶手究竟是用了什么瞒天过海的轨迹 才导致死亡时间与法医推断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另外法医在刘兆贤体内还发现了安眠药的成分 他曾扶持过安眠药这一点 梁永成从头到尾只字未提 在种种矛盾之下 当天晚上7点半 警方突然拘捕了报案人 也就是死者丈夫梁永成 面对警方的手铐 他大呼冤枉 直言自己刚刚死了妻子 现在竟然还被当做嫌疑人来对待 其实警方并不是在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后才开始怀疑他 而是从他们接到报案到达现场后不久 就已经开始产生怀疑 梁永成同妻子一样也是43岁 在1997年前 曾是一名华籍英兵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 他转到消防处做救护员 有着丰富的救死扶伤经验 案发当天 他首先拨打的是救护站电话 而不是报警电话 他对此的解释是 自己先打电话报警 但没有人接听 于是才转打到救护站 但奇怪的是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救护员 他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为妻子实施急救 对此梁永成说 因为当时妻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所以急救也没用 不过以往在面对同样没有了呼吸和脉搏的病人时 他并没有这样果断放弃 反而还曾尽力救回过这样的病人 并且矛盾的是 他既然已经笃定妻子已经死亡 没有抢救的必要 但又为何要拨打救护站电话 面对警方的疑虑 他辩解称是怕子女看到妻子衣衫不整 沉失家中感到不安 想尽快把尸体运走 所以才叫到救护车 在路口供的整个过程中 梁永成都以他来称呼妻子 显示其下意识已经和对方脱离了关系 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从案发后 他的表现中看出来 自己妻子遇到伤害 他不守护在身边 反而是站在门外等待救护员到来 并且他还在第一时间清点了家中财物 将物品都重新收拾好 这完全不像一个刚刚看到妻子遇害的丈夫 应该有的表现 面对警方询问 他对打如流 仿佛对犯案者的行为都一清二楚 还给出入务刑结 因奸不随而杀人的完美推测 试图引导警察的调查方向 虽然很可疑 但当时并没有实际证据能够佐证 所以警方也没有轻举妄动 直到尸检报告出来后 无论是死亡时间 还是刘兆贤曾服用安眠药 都让疑点越来越明确 所以才将他拘捕调查 意料之中 前面还表现得非常配合的梁永成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他开始不再和警方合作 面对提问都选择保持沉默 一言不发 在进一步调查后 警方发现 1996年时 死者刘兆贤 曾购买了一份 以梁永成为受益人的人寿保险 保额为9万美金 在案发前两个月 梁永成又自行购买了一份 保额为50万港币的意外险 这份保单没有指名受益人 他们夫妻双方如其中一人死亡 另一人可获得全额赔偿 案发前一天 梁永成致电保险经纪人了解赔偿细则 但因为对方生产休假 所以并没有细讲 第二天 这名经纪人又接到梁永成电话 他哭诉妻子已经被人杀害 要求对方尽快跟进保险赔偿事宜 试想 谁会在伴侣被人杀害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保险理赔呢 不过尽管疑点重重 但人没有实际证据可以起诉他 并且小儿子的口供也曾提到 早上6点过看到父母在睡觉 所以在拘留梁永成48小时后 准他以5000元保时外出 走出警局大门时 梁永成对着手在外面的媒体大喊冤枉 埋怨记者的报道 让全港人都认为他是杀气凶手 令其压力非常大 现在连警察都没有证据可以指控 所以他是清白的 梁永成还反问记者 如果我是凶手 警察又怎么可能会放了我 你们有听过谋杀犯可以保释的吗 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说个题外话 实际上谋杀犯或者保释也并不罕见 不过梁永成的这份理直气壮 并没有维持太久 因为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被保释当晚 两名关键证人主动来到警局 提供重要信息 也揭露了案件的更多细节 这让警方更加确定 梁永成就是凶手 那么这两个关键证人是谁呢 他们正是梁永成和刘兆贤的两名子女 首先小儿子更详细地描述了当天早上的情况 他表示自己的确曾进入父母房间 是因为妈妈有网球肘 案发前已经痛了两个星期 还曾去医院看过 案发前一晚 因为妈妈表示手肘很疼 还吃了药 所以才想在上学前看看对方是否有好转 不过进入房间后 妈妈盖着被子侧向墙壁方向 所以他认为对方人在睡觉 但实际上是否属实 根本无法确认 而大女儿则是详细描述了 案发前一晚自己的所见所闻 当天晚上家中一切如常 自己在客厅做作业时 听到妈妈说手臂很疼 准备拿药吃 这时爸爸便对妈妈说 你那个药没什么用 吃我的吧 随后就拿了些药给他 妈妈问 为什么要吃四里那么多 爸爸则说 你这个情况肯定要吃这个量 过了一会儿 爸爸又向妈妈确认是否已经吃药 他回答已经吃过了 看了一阵电视后 妈妈说这个药太厉害 她的头很晕 之后便回房睡觉 而爸爸过了一阵也进了房间 警察于是询问他们 为什么案发当天不讲出来 小儿子回答说 当天去警局露口供 爸爸曾打电话对他说 警察问的问题你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不知道的就不说 不要和他们讲拿安眠药给妈妈吃 否则会害死爸爸的 听了这些话 他们就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 回去以后 小儿子和姐姐再三商量 决定还是要将真相讲出来 其实从事件结果来看 刘兆贤一直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而医院给他开的药力并没有 梁永诚见无法再逃避这个问题 也只得承认 药物的确是他提供给妻子的 而之所以隐瞒这件事 是因为药都是从救护站拿的 他担心会因此影响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托词显然无法就此一笔带过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案件似乎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脉络 为了获得120万的保险赔偿金 梁永诚骗妻子服下安眠药 等其熟税后勒死了对方 然后趁子女上学的空档 再伪造出入室行窃 意图侵犯的案发现场 做完这一切后 再出门跑步 制造不在场证据 但刘兆贤毕竟是他的结发妻子 两人生儿育女18年 这个旁人眼中的模范丈夫 真的会为了120万保险金 就不顾昔日恩情 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吗 如果真是这样 他为什么突然急需这笔钱 如果不是 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隐藏的杀人动机 在案发一个星期后 因为死者暴命的一个发现浮出水面 10月7日这天 正好是刘兆贤头期 她的妹妹前往出版社 清理姐姐的私人物品 读物私人 看到这些东西 妹妹陷入了伤心的情绪中 这时一封信引起了她的注意 而随着信件的展开 她的情绪由伤心转为愤怒 信件的署名人叫阿诚 于2002年底写给一个叫小英的女人 这是一封分手信 但里面却又在尽数中长 从信的内容来看 阿诚之所以提出分手 是因为这个女人太贪心 抱怨对方现实 只看到钱 而自己对小英的爱 已在初恋情人之上 失去她的痛苦 如同一柄锋利的剑反复刺入 没能取对方为妻 也是其下半身最大的遗憾 并希望自己来时能够再续前缘 天长地久 此心不语 最后还用了两句李白的诗词 作为自己心生的总结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挽忧 署名 一个非常非常爱你 但又没有福分娶你的傻瓜 从笔记来看 这个痴心的阿诚 显然就是自己的姐夫梁永诚 而梁永诚恐怕也没有想到 这封日马的情书 日后成了指证他杀妻的证据 原来 刘兆贤不仅忍受着身体上的痛楚 还默默隐忍着丈夫的背叛 除了这封情书 还有两封刘兆贤写给佛会 谢师傅的汇报难题信 一封是2003年 他发现了丈夫在外苟且 令其难以置信 因为他一直都认为 丈夫是个好男人 他曾给梁永诚发信息说 只要你意念清晰 喜欢北上游泳爬山 只要你开心 我也不介意 但丈夫似乎迷失了方向 继续放纵 每次去深圳前 用各种理由诸多解释 令他厌烦 另一封信 则是写于2003年9月28日 也就是他遇害的前两天 信中 他没有再谈丈夫的婚外情 反而是自责 在1998年的金融风暴中 投资失利 让娘家人受苦 被丈夫欺骗感情 只有娘家人才爱惜迁就自己 不会伤害她 所以她将继续修行 为娘家人自服 刘赵贤妹妹在回家与弟弟商量后 将这些信件都交给了众爱组探员 在信件中 探员们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梁文成说到情人贪钱 那么他杀妻骗宝 是为了这个女人吗 通过调查 梁文成在2002年到深圳按摩时 认识了按摩女郎柯晓英 二人很快发展为婚外情 随着他到深圳的频率越来越高 刘赵贤也发现了蛛丝马迹 但为了家庭的完整 他并没有戳破丈夫的种种谎言 而令众人吃惊的是 直到案发后 梁文成也并没有和柯晓英分手 柯晓英作为重要证人 中案组女警与多名同事 于2004年4月17日 到梁文成家中 向他询问对方下落 出人意料的是 年约20多岁 长发飘飘的柯晓英 竟然就在屋内 看来梁文成的分手性 感动了对方 所以两人并未分手 在保释期间 他仍然去深圳与对方约会 并打算在妻子事情了结后 正式娶她 警员随即将柯晓英 带回警署入口供 柯晓英否认他是梁文成情人 但承认两人发生过多次性行为 说他们每周都会在深圳见面 有时还会一起旅游 案发前两周 他们就一起参加了潮汕三日两夜游 但第一天 旅游大巴就发生了交通意外 导致自己手部擦伤 梁文成的头和手也受了伤 而这次的意外 也让梁文成获得了 投保的3000元医药费 警方怀疑 这可能也引发了他杀妻骗保的念头 在录取柯晓英口供十天后 刘兆贤的妹妹与干妹 遇到梁文成与她在铜锣湾 把臂同游 而人于是上前谴责对方 姐姐尸骨未寒 就公然与情妇亲热逛街 而梁文成则回应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 自己比较烦闷 就算有其他女人也很正常 随后便带着柯晓英消失在人群中 这起案件 警方相信他们推测的案情 应该相当接近真相 但要将梁文成定罪 还需要更多的实质性证据 在案发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见证人员都在为案发现场 所找到的细微物证找主人 案发出他们以考古的方式 将案发现场用绳子分成1000个小方格 再搜集每个方格内的物证 包括衣服 备注 纤维 头发 表皮组织的 如果能排除第三人曾进入过屋内 就能排除凶徒 进屋劫财 奸杀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要找寻没有的证据 才能将此案破解 而这比找寻 有的证据更加困难 最终他们没有找到 不知名人士进入屋内的环境证据 而卧室内只有梁永成与受害者两人 在死者脖子旁边的毛巾两端 也有梁永成手掌皮屑的组织纤维 其衣服上也有梁永成的衣服纤维 可以推断 他在勒死妻子时 和对方有过身体接触 死者虽然上衣被拉到胸前 裤子被推到膝盖 但并没有施暴的痕迹 与奸杀的情况不符 2004年9月20日 警方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 正式将梁永成拘捕 并以谋杀罪起诉他 法庭上梁永成否认了杀妻指控 他解释自己 之所以没有为妻子做急救 是因为当时内心慌乱 忘了原本的救护员身份 这也让其感到很内疚 而死亡时间的问题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当天晚上 的确只有自己和妻子在卧室 他也懂得解剖知识 不会笨到在这上面撒谎 安眠药则是妻子自己拿来吃的 并非要吃四里 他当时还劝说不要吃那么多 儿子可能是听错了 才认为是我拿给他吃的 事后 他怕儿子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才叫他入口共识 不要提这件事 对于情人柯小英 他表示自己与对方只是纯粹的性关系 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 更不可能为一个不甘心的女人杀妻子 最后 陪审团退行商议 在七个小时后 他们一致裁定被告梁吻成 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痛斥他的行为 令子女们失去母亲 一例判处其终身监禁 听闻这一判决 梁吻成情绪激动 与儿女道别时哭泣 自己没有做过不会承认 让孩子们好好学习 就当他已经死了 多年以后 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 大女儿从香港大学毕业 成为了一名精算师 结婚生子后 也坚持每月到监狱探访一次 小儿子则是投考了海关入境处 但未必录取 后来退一步 做了律师轮文员 梁吻成认定 是他影响了对方前途 但儿子则宽慰说 未必是这个原因 两个孩子并没有向父亲追问 为什么要杀害母亲 甚至主动避免提起这件事 而坐牢期间 梁吻成的老父亲因病去世 也没有办法送其最后一程 如同他自己讲述 人在狱中 下恋子女尚窥高堂 犯了法 一生都毁了 就算有机会出狱 也会带着内疚离开这个世界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记订阅关注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